乌克兰终于承认 去年的克里米亚大桥爆炸 是出自武军之手 目的是为了要切断俄军的补给 而在美国宣布要提供 乌克兰极具争议性的 急速弹之后 连美国盟邦都表示反对 乌克兰则保证 不会用来攻击俄罗斯的领土 只会在乌国境内的 俄军占领区内使用 乌克兰终于认了 乌国国防部长在社群媒体上 公开承认去年10月 克里米亚大桥爆炸 出自于武军之手 目的是要破坏俄罗斯部队的 后勤补给 而为了帮助乌克兰的大反攻 美国正式宣布将首度提供 极具争议性的急速弹给乌克兰 人道组织马上发生谴责 主要的原因是 急速弹是包括多个爆炸型 小型子弹的武器 而这些子炸弹在飞行途中 会散布到广阔区域 有如在几个足球场的范围内释放 但是有不小的比例的小炸弹 不会及时爆炸 虽然美方表示 送给乌克兰的亚弹率 在2.35%以下 然而这些子炸弹 会在战场上保留数十年 在之后被捡起或踩踏时 仍然会引爆 数据显示 伤亡者中有94%是平民 其中将近四成是儿童 因此英法德在内的 100多个国家 签署了急速弹公约 禁止生产出准使用和转让 这一类的武器 在美国宣布之后 连盟国英国加拿大纽西兰等 都表示反对 不过乌克兰承诺 急速弹不会用在俄罗斯境内 只会用来解放被俄军占领的土地 而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 日前访问土耳其 在归国时将滞留在土国 五名养素营的指挥官 带回乌克兰 但是根据战俘交换协议 这些军官应该要在土耳其 待到战争结束 但是却提前被释放 引发俄罗斯的强烈抗议 记者综合报道